花莲鲤鱼潭不少民众很爱在这里滑独木舟欣赏美景 现在这里也设置了无障碍的波道以及专属的码头 可以让行动不便的朋友坐在轮椅上直接的到码头旁边 还能使用辅具方便又安全的来体验独木舟 让身障朋友们能够更亲近的大自然 也让鲤鱼潭的水域活动能够更加的多元 花莲的鲤鱼潭不少民众很喜欢来到这里滑独木舟欣赏美景 尤其现在坛边设置了无障碍的波道以及专属码头 让行动不方便的朋友坐着轮椅也能直接到码头旁 免费使用辅具设施 方便又安全的来体验独木舟 亲近大自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所有人都能在鲤鱼潭从事水域休憩活动 108年9月 观光局黄鹿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特别在潭北码头 增设了无障碍码头的设施 这可是全国第一座 让山藏朋友也可以轻松下水 成功清净水域 因为我们观光局一直在推动 无障碍通用化旅游这个政策 那我们众管处也是在106年起 就开始筹划 把整个风景区都能够 有一个通用化的设施 包括斜坡道 能有阶梯 有阶梯的部分尽量就是 让它有斜坡道 让轮椅足可以畅行无阻 那未来再深度 这个无障碍的通用化旅游 让生脏者也可以有更深的 这个油气的体验 所以我们在106年 就邀请一些生脏团体 包括生命力乐活福建会的代表 来参与我们这个 鲤鱼潭辖区的水域油气活动的提升 那我们就讨论之后 特别针对这个无障碍的码头 来做一个发想 那在设计的过程中 也都有这些生脏协会团体的参与 有他们的经验 有他们使用者的这个想法 那我们就请设计单位 一起来严领这样的一个 无障碍码头 那也在107年的时候 终于完成进行发包施工 那在108年初的时候 我们也再增加了两个 这个无障碍的淋浴间 让变成是他已经 算是一个完成的阶段 那也在108年的9月11号 也邀请生命力乐活福建会 他们也一起来参与做一个启用的仪式 身上朋友坐在轮椅上 就能轻易地在潭边码头活动自如 到SUP立奖龙舟板上进行划船的体验 鲤鱼潭管理站可是绞尽了脑汁 经过多次的专案会议与讨论后 才成行发包设计 打造出了符合无障碍设施的水域码头 有了良善的设施在搭配安全 而且可以承载20人的龙舟板 不仅是行动不便者 也可以让小朋友更轻松安全地 体验各项水上活动的乐趣 享受鲤鱼潭的水上好风光 也达成了华东重管处之力推动 梦想无设限 水域无障碍的目标 那我们这个龙舟板 其实它主要是针对一个团体 趣味的一个部分来做发展 那像这个你看它很大一个 然后旁边有很多把手 所以它可以固定到很多的东西 像我们今天要操作就是这个 轮椅的部分无障碍的设施体验 很多的伸脏人士 可能他不见得认为 自己有机会到这个水面上去体验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想到 用这个方法比较大的一个载具 搭配它自己的轮椅 它可以很轻松又很安全地 固定到这个板子上 也可以拿着奖来做一个滑行的动作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到鲤鱼潭 来享受我们鲤鱼潭水上一个好风光 我们通常都讲说这个梦想不设限 水域无障碍 就是这种感觉 虽然行动不便 但也阻挡不了他们爱冒险泛难的心 这些肢体障碍的孩子们 都想要体验更刺激的水上运动独木舟 曾经对于水域活动抱持梦想的孩子们 在教练 老师以及家长的陪同下 终于真实体验了毕生最想做的一件事 也就是在水上华丽奖龙舟版 是的喔 这个是奖喔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会走了喔 所以这个奖很重要喔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已经有在学校就是上一些室内静态的课程 包含认识这个板子 SUP板 然后跟一些水域的安全 花莲哪些地方可以玩 哪些地方不能玩 好 相关的器材怎么操作 事实上我们都已经有在室内课 然后在草地上模拟路上行舟的感觉 还让那个学生就是有一种 幻想憧憬 就想说是不是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到水面上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完成他的梦想 对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都很期待 对很期待 当然老师带队都过来 连老师都很期待 就是很难想像怎么用轮椅 下去做这样的水上运动 事实上因为其实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过的一个案例 不过我们这边 像鲤鱼潭这个地方 算是全台湾最适合的一个场地 因为它这个一个码头 然后又有都无障碍的这个斜坡 所以呢 在鲤鱼潭来操作 会是变成全台湾最适合的一个 无障碍的体验环境这样子 观光局华东众馆处在鲤鱼潭 打造了全国第一个无障碍码头 无障碍缓拨时轮椅竹直接停靠在码头边 另外也有阶梯平台以及绳索协助 让想要玩水划船的肾脏朋友 不用再像以往一样 需要两到三个人帮忙抱上船 老师动众 现在靠自己的力量就能畅快游玩 享受湖光山色 换左边试试看 换左边 来左边就换 来左边 来准备试试看 放到水里面 哇 哇 这样子你会怎样 我们就会走 神平第一次玩水划船的梦想终于要实现 坐在轮椅上的孩子们满心期待 紧握着从教练手上拿到的立奖上龙舟版 准备体验滑立版龙舟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全写在脸上 一旁的家长更是紧张万分 不停地为孩子鼓励加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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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斜坡道呢 哇 哇 太帅了 开不开心 哇 开心 耶 哇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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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斜坡道很棒 很快 动 动动感 抬起来 哦 可以可以可以 有有有 好 待会就这样子 看他可以坐这里 哦 好 好 就在老鸡 在老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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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鸡就来看 他是别交给你 来 哇 哇 哇 嘶 一二 四 一 一 三 一 一 拜拜 拜拜 哇 要帮你们的生命一遍 拜拜 拜拜 耶 耶 哇 花蓮的鲤鱼潭 是全国知名的观光油气景点之一 湖光山色引人入胜 来此油管的游客民众 轻松卸下身心灵的孤单压力 好好放松充电 观光局换入重管处 贴心又周全的服务设施 打造鲤鱼潭成为了国际观光之名景点 只愿可待 记者凌杰 收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